2月12日,中央戏剧学院2019年本科一考开考,恰逢北京大学。 据悉,中系2019年计划招生573人,其中表演系计划招生50人,而2019年共有67946人次报考中系,比2018年增长16000余人次,为历年报考人数之最。 其中,表演系共有11441人报名,暴露比高达229比1。 今年的这个增幅,说实在话,有一些超出我们的预料,确实是有一些超出预料,所以说我们在网上报名,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那个网上报名,我们是考生自选事件,所以说我们在当时是想了很多办法来就是满足考生的这种报考需求。 考试当天,不少外地考生来到中央戏剧学院参加考试,希望实现梦想。回忆起准备依考的过程,考生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 我从11月底12月初才开始准备,因为我是普高生,一直在学文化课,然后但是表演生中可能有很多是舞蹈生毕业的,然后就挺怕就是遇到那种考上遇到那种专业舞者,就舞蹈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的,就会怕,然后但是自己一个月中就每天都有在练舞蹈。 从高二的那个暑假开始准备的依考,很早起来练生,但是就是练生起的很早,然后睡的也很晚,就是特别是快到了依考的这个阶段吧。 其实我感觉每天都是困难,就是真的就是因为,因为当你喜欢一个事情的时候,你给他付出的东西会很多,然后真的困难会很多,就是像你舞蹈不好,你得撕退啊,然后你台词不好的时候,老师有的时候说你啊,然后你心里会很难受啊,就是每天就是给自己压力,就是如果给自己压力每天都是困难。 准备了一年多吧,我觉得艺考吧,对于我们每个艺考生来说呢,都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路吧,因为去经历一些考试,去你一个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去考试,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成长,所以我觉得呢,其实,无论你去哪考试吧,都是自己会有一种感觉到自己长大的感觉。 谭纪为何选择依靠这条路,考生的答案各不相同,但喜欢是最主要的原因。 首先一个很客观的原因啊,我文化成绩不高,当然这个不得实话实说啊,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,呃,我实在是喜欢那种就是当主持那种感觉,在台,就是受台下那种目光的,就是,牧师感觉,哇,这感觉真的很好。 很喜欢这条路,因为小时候参加过一些比赛,然后觉得站在舞台上去表达自己的这种,呃,一个人的感情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。 因为喜欢,再加上,就是我的哥哥也走了这个路,就是想跟他一起,就是从小看电视剧就觉得能演不同的,演演,古装演演,现代演演什么,就感觉挺好的。 然后我就想试尝试一下嘛,不是怎么能就是放弃呢。 一考季,多数考生都报考了不同城市的几所学校,而不少学生的家长也会全程陪同。 15号回石家庄考,今天,明天考,在北京考,啊,年前去的南京太远,我只能在做一些幕后的, 经济上的,对,就是经济上,让他吃好,休息好,没有活物之忧。 希望他梦想成真嘛,他想考哪个所学校,努力,只要努力了,考不上也无所谓,但是说还是希望能能考上。 据悉,2月12日全天,中央戏局学院参加本科一考的考生约有8000人,2019年本科一考将持续到3月2日。